可是咱们让皇后失了颜面,她必定怀恨在心。 大舅爷,咱们得小心着点,别让皇后挑了错处才好。 雷兰善意地警告大舅爷,别乐过了头,大舅爷不以为燃倒。 成过这三年,他们想老子伺候,老子还不伺候了,咱们就赚个名赏,好说也是入过共的。 雷兰善意地,还有两年呢,小心点做没错,皇上也不可能三番两次为了这些小事替咱们出头。 大舅爷笑道,大舅心里有数了,这次多亏了你,那阮家太不上道了,好歹也是殷勤。 这能怪人家吗?你女儿把人家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,哥谁心里能舒服? 再说了,这趟还不是多亏了阮公公帮衬。 雷兰打了场肚理官司,想想,还是不来多嘴,大舅爷是个聪明人,自己会想办法的。 送走春风满面的大舅爷,福安进来回话。 二少奶奶,按您的吩咐,魏家已经安置下了,魏青山会做泥碗活计,就让他负责庄子里的休息工作。 他媳妇有身孕,就让他帮着菜婶养养鸡鸭。 刚好,夜市绸缎庄要招学徒,就让他妹子去绣坊学刺绣了。 雷兰放下账本,抿着嘴笑了笑。 就先这么安排,让你爹留心血,魏青山若是能吃苦,又耐劳的,再委以终认吧。 是。 福安躬身理命。 上次我给玉蓉开的药,他吃了可有效? 雷兰关心地问,福安笑呵呵道。 哼哼,有效,有效,已经不害喜了,也能吃得下饭了,这几日,气测好了许多。 雷兰微微点头。 这就好,让他安心养胎,别总想着出来做事,孩子要紧。 顿了顿,雷兰又道。 我原本想让你出趟远门,现在看来,还是算了,玉蓉身边也离不开人,你去把老吴叫来。 福安忙道,二少奶奶,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的,家里凡事有我娘呢。 这次就让老吴去,药铺里的事,以后还是要交给你的。 雷兰微笑道,去东阿的事,因为各种原因,一直拖着,现在扎爹的事已经解决了,是该腾出手来,好好筹划阿娇的事。 这日,赵卓义护送药材北上,林兰再三交代他,一定要把信亲手交到李明云手上,家中的事不许告诉明云,免得明云在冰关不能安心。 赵卓义一一应成,带着兄弟们护着二十车药材离开京城。 历日,林兰又送文山和老吴出了南门,这次是先探探路,看看那边的情形。 古代交通不便利,办起事来也没效率,考察一趟,起码两个月,再要实施计划,起码又得好几个月。 唉,只有耐着性子来了。 转眼,回京都快两月了,林兰整日就是离府药铺两点一线,偶尔去看看裴纸青和乔云熙。 荆珠命妇们听说她回来了,倒是送来些帖子,邀请她去做客什么的,她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。 这年头,看似太平,其实暗潮汹涌,还是低调一点的好。 她是挂名太医,但宫里没要求她点毛,宫里的娘娘也没有谁点名要她看病。 宫里那些都是人精,有什么事不知道的,皇后看不上她林兰,还有谁敢请她看病,这不是自找麻烦吗? 所以,林兰捅供只见了两趟供,落得个清闲自在。 奇怪的是冯淑敏,按说,别人都知道她回来了,冯淑敏能不知道? 依冯淑敏的性子,早跑来询问那个老家伙的情况了。 既然冯淑敏没有任何动静,那就只有一种可能,冯淑敏已经知道了。 想必,冯淑敏也是觉得尴尬,凭空多出一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女儿,而且这个女儿之前还是谈得来的朋友,换谁也不能够坦然相处。 或许,她心里还有另外的想法,也不一定,不见最好,反正她也不想见冯淑敏。 赵卓义一行走了一个多月,才到盛州,把药材送交医药处。 楚军号看到满满二十车的药材,那张千年冰寒脸,总算有了点暖意。 赵卓义交接了公事,赶紧又去办私事。 李大人,这是嫂夫人让属下转交大人的书信。 赵卓义递上一个匣子,李明远按耐着心中的迫切,故作淡定地接过匣子,问道。 心中一切安好。 赵卓义笑嘻嘻地说。 大人看了嫂夫人的信,不就知道了,属下就不打扰大人看信了。 说吧,赶紧退了出去,做人要识相,嫂子都说了,只许报喜,不许报忧。 为谨慎起见,她还是什么也别说得好。 赵卓义一离开,李明远就关上门,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信。 娟秀的字体却是跳脱的文字,连来一副使坏时的得意模样,悦然指尖。 不是提吃的,就是提好玩的,好笑的,存心缠他,存心让他羡慕嫉妒。 看到李明远,又是好气,又是好笑,恨不得立刻飞回去,狠狠捏他的脸,将他摁在床上,好好惩罚一顿。 赵卓义才出门,就被林将军的近视叫了去。 信可送到了。 林志远慢声问道, 回将军,属下按您的吩咐,已经将信送给夫人手中。 林志远捋着长须,微微汗手,忽而压地了嗓音问道, 那个,林大夫不知道吧? 属下敢保证,林大夫不知道将军给夫人收信的事。 赵卓义震声回道, 那,夫人可有回信。 赵卓义摇摇头, 属下离京之前,还特意去了趟将军府,夫人没让属下收信。 夫人可曾跟林大夫见面, 赵卓义又摇头, 好像没有,不过属下也不是时时刻刻跟着林大夫, 这事儿属下不敢保证。 林志远神情凝重起来,嘀咕了一句, 真不会办事。 赵卓义心里那叫一个冤屈啊, 将军大人您也没让晓得时刻不离地跟着林大夫呀, 怎么能怪他? 林志远抑郁地挥挥手, 你先退下。 赵卓义懦懦地应了声,赶紧退下, 林志远皱着眉头。 夫人这是什么意思? 她的长子长女, 失而复得, 难道她还敢不高兴? 她还指望着夫人能住上一臂之力, 谁知道, 女人呢, 就是小心眼, 难道这事儿还得等她自己回京再解决? 她可是一日也等不及了。 林志远越想, 越坐不住, 豁然起身直奔李明远的房间。 咚咚咚, 敲门。 明远呐, 开门。 林明远正看信看得高兴, 猛地听见老张人敲门, 赶紧把信都划了到枕头底下去开门。 将军找我有事。 林明远笑呵呵地问。 林志远未开口, 先摇头, 背着手走了进去, 随便拉了把椅子坐下, 心事重重地问。 明远, 兰儿有没有跟你提我夫人的事? 李明尹笑笑, 兰儿在信中非但没有提及冯氏, 一点烦心事也没提, 她是不相信家中会一点事儿没有。 兰儿不过是报喜不报忧罢了, 怕她不安心, 但她相信, 兰儿不提冯氏, 肯定是因为冯氏那边没有动静。 将军, 我觉得这事儿您还真得耐心些, 等您回京城了, 再做商业的比较好。 李明远知道老丈人在烦恼什么, 本以为冯氏跟兰儿有交情, 希望冯氏能出面, 缓和一下妇女关系。 可谁知冯氏一声不吭, 如今冯氏心里怎么想的, 不好随意猜度, 但冯氏的尴尬, 可想而知。 林志远看见桌上一个打开的空匣子, 私下里瞄了瞄, 瞄到枕头下露出几张信纸, 顿时羡慕不已, 人家收到一叠信, 他连个毛纸片都没有, 兰儿不给他写就罢了, 连冯氏也不理他。 暗叹一息, 舔着笑脸问, 是兰儿的心。 别看林志远是个粗人, 实乃粗中有戏, 一猜一个准。 李明远善善地敷衍, 你先加长话而已。 林志远探过深奶, 敲声问, 信中可有提到老夫。 李明远默默, 怎么没有, 几乎每封信中都有特别交代, 特别警告, 不许理这个老家伙。 一看李明远的神色, 林志远就知道, 兰儿肯定在信里骂他了, 他还是失去点, 赶紧走人的好。 林志远装模作样地, 干咳两声, 起身道, 咳咳咳咳, 你慢慢看吧, 老夫先走了。 李明远巴不得他赶紧走, 信还没看完呢, 林南正说到恶娇的事。 李大人, 杨万里在外求见, 李明远去开了门。 杨县位, 杨万里见林将军也在, 神情犹豫, 李明远看了看林将军, 这事反正也不想瞒着老丈人, 便道, 杨县位, 你进来说话。 杨万里回道, 那边有动静。 李明远神情一临, 仔细说来。 林志远直觉这件事要紧, 也是严肃了神情, 悉心聆听。 是, 属下奉李大人之命, 对秦大人严密监视,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, 今日秦大人身边的近视, 鬼鬼祟祟的, 来到了城西一间客栈, 随后, 客栈里有人出来, 属下的人一直跟着, 见那人出了城, 到了一户牧民家。 没多久, 那牧民就赶着几只羊, 出去放牧了, 属下的人等牧民走得远了, 方才将他拿下, 在他身上搜出这个。 羊腕里盛上一张羊皮纸, 李明远接过来看了看, 又交给林志远, 林志远一看之下, 大惊失色。 这不是咱们拟定的, 前去木塔河接受投降的时间和路线, 还有我军的布防图? 林志远怒目远征, 咬牙切齿。 这丝居然敢通敌卖国, 老夫当日就说, 该防着他, 你还让他参加军务会? 李明远淡然一笑, 防能防到几时, 还不如请君入瓮, 引蛇出洞。 林志远恍然大悟, 原来你是故意的。 秦城望此来北地, 绝非想要分一杯羹, 占一分功劳这么简单, 他是来破坏河谈的, 一伙是想跟突厥达成某种协议。 你看, 如果你我去木塔河的途中遭埋伏, 被突厥人干掉, 会是什么后果? 李明尹笑微微地看着林志远, 林志远促眉分析道, 你若是遭遇不测, 那负责谈判的职责, 就落到了他头上。 我若是遭遇不测, 我军必定军心大乱, 突厥人手中又有了我军布防图, 再对我军来个突袭, 我军很有可能败退。 到时候, 由他秦成王出面, 安排他的人力挽狂澜, 便是大功一剑, 他的人就能趁机夺取北方的兵权。 李明尹嘖嘖赞叹, 哼, 将军果然英明, 据我了解, 秦成王称兵退回圣州后, 去了趟戴州, 戴州的守军是谁? 将军应该清楚。 林志远倒抽一口冷气, 戴州守军是钟永公当年的部下, 是秦家的势力, 秦成望此来, 不但要夺功劳, 还要培植自己的实力, 林志远摸摸额头。 悬啊, 这事真悬, 我说突厥特使, 怎么答应得这么爽快, 幸亏你早有提防。 李明尹心说, 不提防能行吗? 事关生死, 他还要留着小命, 回去跟兰尔过小日子呢。 杨万里问道, 林将军, 李大人, 现在怎么办? 林志远道, 人政物政俱在, 压解之京城, 由皇上顶夺。 李明尹道, 你速速将秦大人控制起来, 断绝他与外界所有联系, 务必从他身边的禁卫处, 掏出口供, 有了供词, 则将政物供词一并送去京城。 杨万里神色一领, 大声道, 属下即刻去办。 李家的大老爷还没到京城, 林家的大姑, 却是喜滋滋的脱家带口, 全到了京城。 冯淑敏这心里, 堵了两个多月, 备受煎熬, 终于等到大姑来, 本是想把这事儿问问清楚, 没想到, 大姑却是一副要在京城安家落户的姿态。 大姑叫林大方, 原本还有个小姑, 林小方, 还没嫁人就得病死了。 这京城到底是帝都, 就是气派, 我弟早就说要接我们来京城住, 我说我们都是专户人家, 到了京城繁华圣地, 只怕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哪儿, 住在乡下, 自在倒是自在, 可我呀, 就剩这么一个亲弟, 心里想得紧啊。 既然弟妹这么盛情, 我们也就不好推辞了。 林大方进门就动张希望, 看着气派华丽的将军府, 不禁两眼放光, 嘴巴都喝不拢了, 赶紧叫两个儿子给冯淑敏见领。 康宁, 康平, 还不快见过你舅母。 两个大小伙子赶紧给冯淑敏鞠躬坐衣。 外甥见过舅母, 冯淑敏嘴里说着客套话, 几年不见, 康宁康平都长成大小伙子了。 眼睛一直瞅着姑父, 那个叫赵全的, 只见他一双手都摸摸, 吸摸摸, 眼里露出贪婪的神色, 冯淑敏不由得心生厌恶。 当家的, 当家的, 林大方看弟妹似乎不太高兴, 忙拉了赵全过来, 按掐了他一把, 小声道, 给我放老实点, 别招人嫌。 赵全立即给冯淑敏点头哈腰的笑, 弟妹。 冯淑敏勉强一笑, 点点头, 算是见礼了, 不是他嫌大姑他们是乡下人, 只是姑父这人, 他当真不惜, 又倒是向游新生, 这人嘴没鼠眼的, 一看, 就不是个安分老实的人。 大姑, 姑父, 你们一路辛苦了, 王妈妈, 你带大姑他们先去安置, 让他们先在西块院住下。 冯淑敏吩咐道, 王妈妈赶紧带人下去, 林大方笑眯了眼, 弟妹真是客气, 那我先去安置, 回头找弟妹说话。 刚走了两步, 林大方忽悠想起, 去翻他的包袱。 差点忘了, 我还给弟妹带了些老家的特产, 这是毛笋干, 这是白果干, 这些都是林三最爱吃的。 说着, 把东西一样要拿出来, 没样一小包。 冯淑敏勉强地笑着, 让王妈妈收下, 心中甚是担忧, 可别是请神容易, 送神难, 本想解决问题, 这下, 问题却是越来越麻烦了。 晚饭后, 冯淑敏特意把林大方请来说话, 大姑住的可还习惯, 哎呀, 我们乡下人, 住惯了瓦房, 睡惯了硬板床, 这下, 掉进富贵屋里, 还真是有些不习惯, 不过呀, 这是弟妹一片心意, 不习惯, 那也得习惯不是? 林大方笑眯了眼, 冯淑敏淡淡一笑, 老爷一直念叨大姑, 说要借大姑来惊想几天福, 哎呀, 三儿啊, 真是有良心, 还惦记着我这个大姐, 你不知道啊, 三儿打小啊, 就跟我亲, 一天到晚的, 跟我屁股后头转要, 哎呀, 话说回来, 三儿再有良心, 也得弟妹有心才行, 林大方笑道, 冯淑敏微善, 亲吗, 也不见得, 其实老爷极少提起这位大姑的, 大姑若是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, 只管与我说, 我会叫下人去安排, 冯淑敏假客气, 林大方眉开眼笑的白手, 哎呀, 没有, 没有, 已经很好了, 哎呀, 没了没, 冯淑敏道, 其实, 这次请大姑来, 是有件事想问问大姑, 林大方笑呵呵的, 啥事啊, 你问, 是官员老爷的前妻, 林大方哑然, 沈氏都死了好多年了, 弟妹, 怎么好端端的提起他来, 冯淑敏静地望着他, 大姑确定, 沈氏已经死了吗, 林大方一副笃定的表情, 那是当然, 这事能胡说吗, 沈氏早就死了, 闹饥荒那些年就死了, 哎呀, 沈氏是个福博之人, 还有那对可怜的娃, 当初我就劝他们别走, 日子过不下去, 我这个做大姑的, 还能眼睁睁看他们饿死, 能不帮衬斩, 可他们不听劝呀, 结果呢, 客死他乡, 还拖累了一对娃, 亏得我们同乡的一个老乡, 替他们母子三人受了失, 哎, 可怜的哟。